山亂雲霧美景鏡在眼前 無法走起看雲海沒關係 你在家也有山的體驗 這些霧氣沒那麼單純 裡頭從台灣各地高山純淨味道 把山上大自然帶進城市 裝入這台山霧相分機 這構想來自台灣一位年輕人 大學必展的想法 高海拔用布和檸檬 調配出人在山頂的FU 至於薰衣草雪松 讓你有在棉月縣神木林道的感覺 我自己的療癒方式就是去登山 我可以在一個比較寧靜的空間之中 真的去傾向到自己的聲音 那當下就想要 也許不只是我有這樣的感覺 也許其他人也有這樣的感覺 那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帶下去 山霧設計造型的相分機 曾放募資平台嘖嘖 讓日本韓國不曉選物店 甚至台灣建商談合作 同樣來自台灣研發設計 也被國外向眾 還有這手機必備 出門在外最怕手機沒電 就算你有帶行動電源 也怕沒帶線 或相反過來有帶線沒帶電源 就算是無線充電外頭的 你要疊在一起 也好後衝得又慢 現在多了這種磁吸式的 無線行動電源 一直在經營電商的品牌 就半年來漸漸轉型 研發自己產品 設計這 黏著磁吸就能充電的酷東西 因為行動電源它其實蠻複雜的 它裡面的內容物就是有電路板 然後或者是電信 就是所謂電池 然後還有這個外包裝 其實我們都分別找了 許多的工廠去try 然後又去電池買一買 十幾個電池 然後去測試一下 哪一個的轉換率是最漂亮的 看見3C市場是快大餅 投入一年後 從開發設計到製作 一步步對沒什麼經驗的 新創者來說都不容易 產品開發出來 放上募資平台 海內外訂單立刻來 在募資階段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收到 不少的這個國外訂單 像是香港或者是澳門 以及馬來西亞 後續來講的話 這產品我們已經通過了 國外的一些相關認證 之後會打算 就是前進到了美國市場 那台灣作為亞洲市場的 複雜度啊 跟消費者這個有點雕 重品質 對 重品質的這個市場需求 所以以新創團隊來說的話 如果他們抓得到 台灣消費者的痛點 他們很容易 可以進入國際化的市場 台灣市場對文創品的 雕三線也讓這些團隊 至少陳軍厚 都能在亞洲吐氣 UBS新聞 張明如 林瑞 台北報導 新的一年就像老虎一樣 站出來就充滿霸氣 祝大家2022 心思像虎一樣敏銳 氣勢像虎一樣霸氣 祝大家2022做事情就像 一出手 省過就到手